so let's get started 所以今天的话这个还是和昨天一样 吃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两天我吃的基本都是比较相似的 还是沙拉 然后这个 那个还是我想的那个还是南瓜 对然后还有这边就是今天是10%的牛肉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那个片状那种菠萝 上次讲过 这个片状这种菠萝 就这些吧 基本上就是今天要吃的 而且现在我基本上要吃两袋这个啥呢 就是说两袋的蔬菜 我发现多吃点蔬菜确实是 就知道这个精力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话我其实想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睡眠的问题我就想讲的一个就是说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 这个这个打呼噜啊或者打嗨啊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人的睡眠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然后很多以前的那种观点是 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这个人打呼其实是睡的香 但实际上的话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想把这个东西讲一下 然后讲一下我是怎么做这种 我觉得睡眠管理的吧 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上的话花的时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打呼噜的事 其实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打呼噜这个事 既然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的话我去自己去做了一些实验 然后同时后来还用一些仪器啊什么的 然后去监测然后这种呼吸的就涉及到呼吸的仪器 就是说它可以测你的一个是比方说上手指上发某东西 然后去测你的那个血氧 就是说你的血氧大概是多少 比方说百分之九十几这样的 这是那种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就是呼吸器 是说会配置待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的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就是说呼吸过程中身体的这个技能 可能都会被记住下来 就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其实我一直都在想说怎么样能提高自己的这个睡眠质量 然后因为我觉得提高睡眠质量以后就意味着我可以更好的 就是白天的话可以更好的思考 然后去想问题 然后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这个大脑的真正的这种潜能吧 相当于说所以说我在这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就发现就刚刚说的这个打呼 其实它本质上来说是你的那个舌头 相当于根部它掉下去了 就是说相当于越南比方平躺着睡觉的话 他是这样躺着 然后这个舌头本来是比方说你的口腔它应该是这个位置 然后它一旦晚上你睡觉以后你的肌肉会松弛 然后它就会这样这样掉下去 掉下去的结果就是说它会阻止你的这个气道 把你的气管给这个卡住 然后卡的这个根据卡的程度深浅的话 这个会形成一个窄的一个道 有的时候就会大呀或者小呀什么的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气流从这个地方进出的时候 就有点似于吹口哨那种感觉 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嘴上说这样 这样就可以吹出来的声音 实际上打呼原理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样的结果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打呼本质上它相当于减少了你的身体的含氧量 就是说你的本来氧气是很充足的 就是说正常进出 但是因为舌头这样掉下来 尤其是你的舌头那种根部 然后掉下去把那个给挡住以后 它那个摄氧量就会下降很多 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打呼打的特别响的情况 你实际上睡眠是很差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以前不知道 后来我经过研究后才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当时就是说 因为打呼的时候我往往显示多闷做的相对多一些的时候 然后而且睡眠时间也会长很多 但实际上睡眠起来质量 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很好 对就是说这个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相当于你睡的更 本来你比方说睡五到六个小时其实就够了 但是你最后睡了八到九个小时 有的时候很多人还在我小的时候还是小的太明白 我说这有些人就是也在所谓什么高效能人士 就是怎么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 或者说有些人你看他睡好像五六个小时 就一天精力充沛这都是怎么发生的 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想明白 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的这种生理的一些结构 就比方说这个舌头啊还有这些它的这个位置啊什么的 就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比方说供养量 然后它就会在很多的这种健康的层面上产生直接的这种影响 这个就是我相当于自己在反思的时候 就是我逐渐发就是说逐渐想明白这些事吧 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睡眠上花的时间 就是说睡眠研究睡眠上花的时间还挺长时间的 然后除了看很多书以外我发现真正这个东西还是得你得做自己做实验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温度啊什么的 或者说怎么样去控制一个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睡眠质量 这个是需要自己去做实验然后来试出来的 然后我最后自己我可以把就是我的这个过程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因为以前就是像我妈你这个经常有时候说这个啊 其实好像也无所谓 其实这个有很大的所谓 对我后来发现不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事情 就是它会睡眠充足的话 你那个就我以前讲过就是说相当于你的大脑那多个层次 你睡眠越足的话那最上面那一层 就人脑真正厉害的那个那一层的话 就是它能够发挥更大的这个功能和作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你睡少了 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感觉出来 甚至我有时候也不喝这种咖啡或者茶 我很少喝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咖啡和茶它的作用的这个 就是说我的自我感觉 你可以从就是比方说文献里面了解到很多 会提神啊或者之类的 但是我的自我感觉是它只能让你的 就是说大脑的下面两层兴奋 然后但是不会让你最上面这一层 就是尤其你的很多创造性啊 或者你的很多真正的一些非常厉害的这种技能 在我的感觉上是无法完全发挥出来的 就是说你喝了咖啡还不如去睡觉 对就是说所以在我一般来说的话 我就会想办法去睡个午觉啊什么的 其实对于我恢复大脑的这个精力 要比喝一杯咖啡 我喝几杯咖啡还要好 而且咖啡还有比方说会增快我的心跳啊什么的 就是潜在的副作用吧 所以我一般都不喝咖啡也不太喝茶 这就是我摆脱了这两种提神的这种饮品吧 我基本都不喝这两种的一个原因 然后同时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睡眠这个问题上 嗯就是说我的这个经验是首先你要找清楚你的这个身体的结构 首先尽量少的让自己的这种嗯怎么讲 就是说尽量少的减少自己的要研究清楚这种生理的这种结构的差异 然后才能比较好的就是减少这种由于生理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影响 就像很多时候那个或者说睡睡的时间很长 但是后来发现效果不好 很多时候就是有这种什么什么睡眠呼吸什么综合症 就是刚说的那种情况它相当给整个给卡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意味着你身体一旦进入一个完全的深度睡眠的时候 就你的这个肌肉就把你的这个呼吸给阻断了 这样你就完全没有氧气进来了 那怎么办呢这种时候大脑就会给你是你的这个身体发个信号 就像他说你开机就是有点意思就是说手机开机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手机一下关了 然后他就感觉你说重启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他那个身体那个就是说身体的这个肌肉这部分啊 一下就激活激活以后他就又可以往回弹一点 这样你的气流就又可以过去了 对所以说他其实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原理 然后当时就是我还把我的这个理解和那个当时有一个搞睡眠的医生 就是做睡眠研究的这种医生 然后我还交流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是他说这种为什么要拿仪器测 然后其实也是去测看你睡眠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其实是处于缺氧状态 然后你的大脑不得不给你发一个信号 像他说赶紧起一下然后就下来打一下 这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有些人打呼对吧 你把它拍一下然后他就好了就瞬间就不打了 对实际上它的原理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让你的大脑相当于相当于一下唤醒一下 唤醒很多身体的肌肉 但这样的结果就是说你的睡眠质量就下降了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然后至于说怎么去做睡眠管理 怎么去提升这个睡眠质量的话 我的话发现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不是一下就一两个因素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需要根据就是个人的情况 然后来自己做调整 但是需要一点点的去挖掘 我的话发现就是说对于我来讲 最影响最大的是第一个因素是温度 就是这个温度是影响最最大的 这个是这个是最后就是你睡眠的时候那个体感那种温度 这个像我平常的话我刚把我那个卧室那个也拿过来 就是拿个这个温度计 然后你去测一下你的温度 然后你测一下你的温度 然后还有测一下你房间的湿度 这两个都挺重要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温度的话是 它会直接的影响你入睡的一个时间的快慢 以及你入睡时间的这个深浅 它会影响很多 而且你要去自己的感觉像第二天这种经历有没有很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件事 而且有时候一天还不太靠谱 你可能需要多测几天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天的时候就容易受到一些其他东西的干扰 就做实验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得多收集点数据 然后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你就可以去判断说我这个睡眠睡到一个什么程度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温度是怎么样合适 比方说我的温度比较合适的温度是20度 21度左右 21到22度的时候盖一个相对薄一点的被子 这样一个是比较好的 就是对于我来说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其次湿度的话在30%以上 为什么要在30以上呢 就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可能有没有注意到 有的时候睡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口干 或者说感觉鼻子有点干燥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是有两部分原因构成的 一个是你可能夜里打了这种呼 所以说你的本来应该从鼻子这走的气流 然后从嘴这个地方走了 所以嘴的话就感觉有点干 但是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湿度 就湿内的湿度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湿度不够好的话 那你在呼吸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很容易会进入这种特别干的状态 因为你经常这样的会进出进出进出 因为你也不会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分泌脱液啊什么都 技能都停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很危险 进入这种干燥的状态 一进入干燥状态以后 时间长了就相当于你这种呼吸道里面 这种黏膜组织 它就会处于一种相对来说这种干燥的状态 对它这种一干燥以后就有时候会起来 会感觉嗓子疼或者说之类的 其实就是因为它属于过度的干燥状态 然后这种干燥状态也会间接的唤醒你的大脑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是不在意 但是在这个睡眠的过程中 它会稍微的唤醒一点 然后产生一些这种就是说是疼痛啊 或者说这种就是说相当于让你的这个 这种是分泌粘液分泌液体 这个保护这个组织的机能也恢复一下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发现这两点的话是就是说 温湿度是对于我来讲睡眠最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 还有就是应该说其实很多也刚说了很多原因 就是说下面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去保证你的这个通气量 然后通气量的话像我现在就一般用一些这种 这个有点像那种创可贴一样的东西 其实它是相当于贴在你的鼻子上 它干的这个事就是说把你的鼻子相当于揪起来 从物理作用上来讲就相当于揪起来 揪起来的话你的就是刚刚说到这个 因为你睡眠的时候肌肉是松弛的 所以它相当于用物理的给你揪起来 这样就保证你的这个很多鼻子啊这种地方可以有足够的通气量 有足够通气量的话你的这个身体就会有足够的氧气这样 你睡眠的时候质量就很高 所以我就发现如果不用鼻贴和用鼻贴这种 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个睡眠质量可能就是 早上就白天有明显的差异吧 就是说可能戴了以后就是睡5个小时左右 4可能4个半到5个小时吧 或者不到6个小时一般是这样子 然后但是如果不戴这个东西的话 我需要睡7个小时左右才够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睡 就是很多人也搞明白为什么啊 我刚刚还到回到刚说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为什么睡的短它就够了 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方式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然后再说除了这个东西以外的话 还有就是比较重要是锻炼 对这个锻炼的话这个是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说 但是很多时候说的不够的是 你一次的锻炼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对必须得长期的反复的锻炼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形成一种锻炼的习惯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好处就会体现出来 这个不是那种说一下你短期 然后今天跑个步 然后就搞定了 这也不是这个 这种情况是说它是需要你长期的锻炼 不需要每次时间特别久 可能半个小时以上吧 差不多 然后你的心跳能够伸到那种 应该说你可能就是说这种相对来说 微微喘气这种状态 就以上的这个状态的话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然后有这样一个基础的话 就是说你在睡眠的时候 就把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维度解决了 其次的话 这个第三个维度就是 对睡眠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个噪音 我以前的话对噪音其实不是太关注 因为我其实不戴耳塞或者这些的 就其实睡觉完全没太大影响 但后来我发现 当我真的戴了耳塞 就是开始戴耳塞以后 就发现那个睡眠的时候 就发现状态好很多 因为我在自我了解了很多 以后发现我是偏听觉的一个人 所以说用听力的话 这块神经网络是相对比较发达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了解到这个点以后 我就需要把自己的耳塞带上 这样耳塞带上以后 你的大脑就能完全的 不会被认回其他的噪音唤醒 因为这种噪音唤醒 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时候非常快 或者短暂的一个过程 然后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 就突然原来一个车开过 然后突然想按了一个喇叭 对吧 这个时候你可能大脑突然醒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但是你的那个意识没有完全苏醒 其实大脑是 就相当于是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潜意识收到信号了 他已经醒了 然后醒了以后 但是你的意识还没有发现 就是还没有捕捉到这个东西 你也不记得说你其实已经醒了 但是在你这个过程里边 你的身体的机能就会被激活 激活的结果就是 他不能过完全得到充分的休息 对 这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怎么样去注意自己 自己是不是听觉 有些人可能是视觉型的人 那他更需要关注的就是说 我是不是比方戴了这种眼罩 或者保证你的这个前面这个光线要稳定 就是说不能有 尤其是不能有这种变化 就尽量是没有光线 然后就尽量黑为好 然后如果说有光线的话 就尽量是就是说稳定的光线 不要是那种变化的光线 因为只要一变化 你这个就会在你的大脑里边 相当于形成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一种信号吧 相当于你的大脑会捕捉到这个信号 然后就会被激活 对 这个也是很多激活 都是短期看不出来的这个效果 你必须得长期做记录 然后才能看出来这种效果 所以我也是就是做了比较长期的这种记录 然后再发现就是说有很多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对 所以现在的话我就睡觉的时候会 因为我的这个我发现我的舌头比较大 对 所以我就需要带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去把我那个舌头给顶起来 这样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需要带一个像牙套一样的东西 把那个顶起来 这样舌头就不会往后边就很难移动 这个的话相当于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净氧量 然后再带个这个看的那种像创可天 那样的东西 然后我到时候回去的话可以给你那个带一点 然后反正就是带个这个东西 然后带了这个以后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样就保证了鼻子这个地方通气量 他就不会说把所有的通气量集中在口腔从嘴这个地方进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这几点最后再一个我就睡觉的时候要带耳塞 然后现在因为我把那个窗帘啊什么的就是说格光什么的做的好了一些 所以我不需要去带这种这个就是说不需要去带眼罩 对 其实这个说到眼罩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养小孩对吧 那个婴儿哭闹 尤其是夜里 很多的时候婴儿哭闹的时候这个其实他的真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那个格光没得做好 他就让那个小孩给醒了 但是小孩又不会说话对吧 他又没学会怎么说话 他只知道这个反正就醒了 或者说噪音响了他就醒了 因为小孩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我在看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然后把很多东西连到一起我发现就很有意思的一些结论吧 就是说小孩有时候夜里为什么闹的多 你可能要把注意要像那个窗帘啊什么这个格光格音这些东西要做好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睡得更好一些 对 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不深入去了解的话就是不去做这些相关自己身上做实验很难有时候很难发现的一些事情 对然后今天的话就说这么多吧我觉得睡眠的这个东西还是一句话 就睡眠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是时间长 而且这个对于人的真正去开发这个大脑的这种潜能的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好了 嗯拜拜